大家好 今個禮拜港股波動性相當大 上星期港股支持率有29,700 初期還能頂到 但今天一下子又跌穿了 而上星期今個禮拜都曾經試過 但試完後 近來是比較深的調整來發生甚麼事 當然本港方面加股票印花稅是其中一個研發 但整體上大家是因為十元期債息上升 觸發了一些科技股 率先大回吐的情況 所以令港股在這段期間在今個禮拜高位計算 基本上沒有2000點下去 下個禮拜當然大家確實是債息表現 因為隔晚美國十元期債息上升到1.6附近 所以觸發了港股或環球股市出現一個比較大的下跌的幅度 若果在下個禮拜開始慢慢回順 當然期望會發生甚麼事 就是可能美國一些救市活動 沒有1000年多或發財情況沒有那麼踴躍 可能才會令到通脹或債息上升預期有降溫 但若果現時當然要看港股的支持位置 其實現時也要下移到接近50天 28500點附近這些位置 我想現階段很多股份 尤其是科技類股份 大家最大的一個問號是甚麼時候留底 但當然留底很難買到最低點 反而看著十元期債息之外看著納子方面的表現 納子方面開始持續反彈的情況下 可以慢慢留意 但當然我覺得下個星期大家的關注重點 除了債息影響整體大市之外 亦會留意藍籌方面的狀況 或是之前提及恆子貴檢 在哪些藍籌會進入 或是哪些股份進入港股通名單 這也是其中一個亮點 另外就是兩會召開 三月方面亦會召開內地方面召開兩會 相關題材如新能源 新能源車 基建 消費 這幾個大項目 我相信都可以成為大家另外一個題材 但這一點真的要等到兩會召開 開會期間才會更加多的明確消息公佈 所以下個星期當然寄望著 港股可以跟隨著債息慢慢回軟 有一個鬆綁的情況 但暫時短線20天線 之前有一個重要防守位置 今天一打一圈反而變了阻力位 接近在29800 所以現階段下個星期 市場的波動性都不會減少 維持大幅波動 亦是大成交的上落市 在旁邊 新能源